大家好,我是忌之 今天的電影無視三要聊的電影是 不可能任務 全面瓦解 全面瓦解是不可能任務系列第六集 如果時間充裕,建議你把1到5都看完 如果時間有限,還是建議你看完《失控國度》再看 因為全面瓦解跟前五集最大的不同 在於這支本系列第一次由同一個導演拍兩集 在此之前,每一集的導演都跟IF處長一樣 一集換一個 在全面瓦解中,導演成功了以《失控國度》為基礎 打造出一個劇情延續,格局更大,場面更壯,所有續集 當然啦,如果你真的沒時間補前作 還是可以看全面瓦解 在劇情裡有些回顧前作的對話 讓觀眾就算沒看前面,還是能了解角色之間的關係 但如果有看前作,絕對會讓你看本片時更有感觸 回到全面瓦解的故事 電影延續《失控國度》的故事 首腦Lan被INF抓走後,心地夾並沒有被瓦解 組織成員依舊在世界各地活動 企圖實踐他們顛覆世界的理念 並同時對Eason展開抱負 而藉由上次的交手,組織已經掌握了Eason的個性與弱點 這次Eason就必須在敵人對自己遼弱指掌敵案我名的不利條件下力挽狂瀾拯救世界 《不可能任務》系列主打的三點 《諜報》、《科技》、《動作》 在全面瓦解中,科技這一點極度薄弱 並沒有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新科技產品 至於《諜報》這一塊 本片跟前五集不一樣的地方 是敵我不明的故事 電影的前半段,你只知道每個陣營都各懷鬼胎 有自己的計畫與盤算 你只能從對話中推測細節 而就在你猜測後續劇情的同時 動作場景就來了 前面瓦解的動作戲 除了跟前幾集致敬之外 也是六集下來最壯觀的一次 不但有硬拍的肉搏戰 還有緊張刺激的追逐 隨著劇情的真相水落石出 故事進入最終任務時 動作戲又在網上提高一個檔次 更精彩的肉搏戰 場面更大的追逐戲 更緊張刺激的節奏 雖然劇情並不難預測 但你實在很難不受動作場面影響 會情不自禁的跟劇情一路緊張到最後一秒鐘 我去年第三刷的時候特別跑去看IMAX 完全值得快500塊的票價 不可能任務系列過往的故事 核心永遠都是那個不可能任務 無論Eason多秀多帥 他都只是任務的包裝 但在全面瓦解中 故事的核心完全就是Eason和 片中所有任務全部變成Eason的包裝 其他角色的台詞也完全圍繞Eason打轉 劇情不斷在Eason的內心戲上大量琢磨 前幾集只有稍微提及的角色個性與原則 在全面瓦解裡也大大強化 而隨著劇情核心轉變 全面瓦解也成為本系列最像超級英雄電影的一集 不可能任務並不是任務本身 而是看Eason能不能在不打破自我原則的情況下完成任務 我看到後面真的覺得Eason根本是蝙蝠俠吧 如果你跟我一樣對Eason很有愛 那你看完這集真的會覺得很爽很過癮 如果你不喜歡英雄電影那種所有人為主角抬轎的故事 那你可能看一看真的會小傻眼 喔補充一點 我這邊說的蝙蝠俠是美麥中的那個蝙蝠俠 不是DCEU裡面那個智障 說到這個 和莉卡維爾演反派史的霸氣真的完全海放DCEU的超人 希望他以後可以多演演反派 雖然在全面瓦解的劇情核心是Eason 但因為這次的隊友都是老面孔 所以你並不會覺得有誰特別引搏 相反的你其實可以看到角色的轉變 編輯從第三集做辦公室的內情 在這次的電影裡已成為一位真正的IMF探員 第一集合作到第六集的Loser 真的是Eason最可靠最忠誠的戰友 上一集藐視Eason的處長也對Eason重新評價 至於前兩集有精彩表現的Brent 因為檔期撞到復仇者聯盟 導致他這次沒出現 希望他第七集可以回歸啊 至於在《失控國度》中表現幾乎超過Eason的Eosa 這次也成為了撇角 而這一點就是我認為全面瓦解輸給《失控國度》的地方 在《失控國度》的影評中我說過 Eosa這個角色反映出了所有探員們的悲哀 Eason也花了整整一部電影的篇幅才拯救了Eosa 男女主角之間的化學效應與對話 讓第五集在劇情上達到了系列的巔峰 在全面瓦解的前半段 你會發現Eosa的悲劇故事並未結束 國家與探員依舊是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為了自由 Eosa必須再一次站在Eason的對立面 利用前作的劇情當作基礎好好發揮 全面瓦解絕對能創造新的劇情巔峰 可惜本片沒有好好發揮這塊玉石 Eosa的故事在一陣混亂的槍戰中就解套了 她在全面瓦解 依舊是一位非常稱職表現兩年的女配角 但比起那位在《失控國度》中 差點搶走Eason美光燈的那位女主角 真的有一段差距 最後是我前幾部影片一直忘了說的一點 不可能任務系列有一個相當出色的地方 就是幽默 整個系列幽默的地方幾乎都只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 無論是要別人去阿拉斯加顧雷達 還是單純打嘴炮 這系列就是有辦法做的如此自然不作主 雖然不到讓你蓬富大笑的程度 但絕對會讓你覺得有趣並留下印象 能在嚴肅的劇情中穿插不讓人出戲的輕鬆橋段 這真的是一大堆電影做不到的地方 總結這部電影成功延續了前作的故事 深刻刻畫了Eason Hunt這位角色 除此之外前半段有大量的諜報劇情鋪陳與精彩的動作 後半段有前系列最壯觀的動作場面 與緊張刺激的節奏 唯一的缺點是稍微浪費了EOS R這位角色的故事 導致本片在劇情深度上不及上一集 也導致我對本片的評價略輸給失控過度 但如果把前面瓦解單獨拿出來看 絕對海放一堆動作片 聊完了不可能任務系列目前的六部電影 我的排名大概是這樣 回顧這個電影系列 E確立了電影的方向並成為了經典 成為黑歷史的2 成為了本系列中最另類的一部電影 三將電影系列拉回正軌 鬼影行動加團隊合作與科技產品推向巔峰 失控國度是劇情深度的頂點 全面瓦解則將主角的故事與動作場景推向巔峰 希望2021的第7集與2022的第8集 能繼續讓我大開眼界在創新的巔峰 不說可能有人不知道 Tom Cruise是一位不用替身的演員 在電影中的所有動作場景 都是這位快60歲的人親自上陣 燃燒生命演出來的 在這個特效當道的年代 還有演員能夠如此敬業 你怎麼能不愛阿湯哥呢 好的 今天的電影53就到這裡 我是忌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